刚好是凤山区消防队接获通报 有一只小黑狗 他的头就卡在排水孔里 那么警消前往救援 赫然发现 不是三天前才救过这只小黑狗吗 怎么同一只狗又卡在排水孔呢 我们详情立刻连线记者陈炎炎 好了 主播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小黑狗当时整个头塞进人行道 下方排水孔完全没办法挣脱 有民众发现后立刻通报消防队 消防队马上到现场救援 消防队到场后 发现三天前也救过这只小黑狗状况呢 同样也是卡在排水孔 只是上一次用沙拉油就把他也救出来 这一次就卡得太紧了 于是消防队拿出各种破坏工具 一边伸手去安抚小黑狗 另一边拿碎石机破坏人行道的部分 专害人行道后还要用铁垫把水沟给撑开 让我们来听消防队说法 铁框我们起初之后 狗狗的头还是夹在这个铁框里面 然后我们就用我们的一个破坏组 油压的破坏组把它撑开 来撑这个铁框 然后这只狗就顺利脱困了 整个救援过程整整花费两个小时 才把小黑狗给救出来 现在小黑狗顺利脱困 消防队也希望小黑狗 不要再这么顽皮了 以上将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你看高雄凤山这只小黑狗 它的头是三天两度的卡在水沟盖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